一个十字架,一片大洋却是全世界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里就是罗卡角,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涯海角那么,说的一定是罗卡角,不止因为它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,还因为葡萄牙的探险队曾从这里起毛羊帆,看似平静的大夕阳,海面的另一边究竟是什么样子? 当年,亨利王子一定是无数次站在这里,想象对面世界的模样,于是,亨利王子聚集了最优秀的恒海团队,组织了一流的太险家,科学家,开启了世界的大恒海时代,从海面飘来的船只,来到非洲,亚洲,北洲,全球的波莱商品在这里交易,是葡萄牙一月为海上强活,这小小的海角却承载了葡萄牙人的希望和辉煌,站在这里,你能感受到大西洋的浩瀚啊。 和凶险,每个到葡萄牙游览的客人,罗卡角是必然的选择,这里是欧洲的天涯海角,这个毗邻大西洋的葡萄牙海角,地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西,罗卡角对葡萄牙最西端,令人一心向往,罗卡角上株立着一座高大的十字架纪念碑,纬度和高度,时刻提醒着这里所占据的特殊地理位置,背体的上端刻有一句响亮的诗句,Acliff,A,它出自葡萄牙最伟大诗人路易卡蒙斯,LUSB, Acliff,ES中国的文人将它翻译为,录制于此,海史于斯,在岸边的游客中心还可以买到一个证书,这张证书印有罗卡角的地理位置,并附上旅客参观罗卡角的日期,格外具有收藏意义, 录制于此,海史于斯,O,N,D,A,Terra,Sophist,S,A,B,A,Z,O,M,A,C,O,N,B,C,A,卡蒙斯, LUSB,大罗卡角来,对着大西洋呐喊,顶着大西洋吹过来的强劲海风,发泄掉你的所有情绪, 然后,转身离去,再回归生活。